尤其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我一定会去把它写一个小程式 所以以前我在做很多相关的业务的时候也是一样 以前可能像以前比如说我们办一些考试业务好了 那考试业务有考试系统 考试系统里面呢 它可能要启动好多好多好多个这个程式或做什么样的事情 才可以把一个环境设置好 那时候想说我每次只要考试 然后呢有这么多台电 然后每次都要重新设定一次 我不如就写一个小程式啊 不过不是用VBA写 用VB VBasic 然后呢就去把它执行起来 然后就按下去之后 我就可以不用去管它了 它就全自动了 那每一台电脑呢 只要把它run起来 或者是把那个程式放在那个自动启动区里面 它每次一开机就自动全部都设定好了 这样的感觉其实还蛮好 为什么 如果我不要这样做的话 我可能要找很多人一起帮我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那个程式写好之后 那个也可能只要找一个人 他的工作只要按一个按 按下去 好 那他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 程式就自己去跑了 好 好 这种感觉真的还蛮不错的 而且还蛮有成就感的 好 也因为这样子 某些考试业务 就是跟其他同业竞争之下 就变得比较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这个其他同业可能光要考某个试 他就不敢去办这个考试了 那我们办这个就没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写一个程式 自动全部都自动化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也有种竞争 OK 那等一下我会把那个程式码也给各位 主要就是再把重点提示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在那个我们的程式里面 把界面做出来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当我按下确定的时候 会去判断 那判断的方法就是用if else if 这个前面我想有用过了 else if else 那l是反之 那这边的话会呼叫我们刚刚写的那个程式 传一个参数 所以在我们那个地方的话 就是要把这个地方加上一个参数 这个地方项目自己打上去 然后把r后面的4改为项目 然后这样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完成自动化了 OK 那么画面呢再还给各位一下试试看